大家好 这盘棋是2021年 第一届弯曲杯中国大骑士战十六强当中一盘棋 最近的双方是陈耀夜和李轩豪 这一盘棋 李轩豪直黑先行 白棋陈耀夜 黑棋单关手脚 这是李轩豪比较喜欢的开局 白棋直接靠了上去 这一招棋是人工智能出现以后带给人力的新变化 对待白棋这个靠 黑棋胜率最高的有两种下方 一个是下班 一个是上班 实战 李轩豪选择了下班 下面我们看一看上班双方在这一带的变化 黑棋上班以后 白棋反班 黑棋捕住这个断点 白棋往脚上爬 黑棋先打吃 白棋冲 黑棋挡住 白棋挡脚 黑棋提掉这个子 白棋打吃黑棋 黑棋反打 白棋提掉 黑棋如果再打吃 白棋考虑脱先 在这一带手脚或者是直接点脚 这也是双方两分的下方 那么实战对待白棋这个靠 李轩豪选择了下班 白棋反班 如果棋友们对这个变化不太熟悉 黑棋可以直接站住这个断点 这是最简明的下方 白棋也需要补助断点 然后黑棋脱先 考虑挂脚或者上方手脚 那么实战 李轩豪断了上去 这也是局部黑棋胜率最高的下方 那么这个段比黑棋这个粘仅仅高了两个百分点 这对我们业余棋手来讲无伤大雅 黑棋打吃白棋 白棋往上尝 黑棋贴住白棋 白棋打吃 黑棋陆立 白棋往上再尝 黑棋先打吃 下一步陈耀叶长了一个 那么这一招棋也可以考虑先拐 黑棋打吃这个白棋 白棋脱先 手脚或者是点脚 实战白棋长 这也是定式的另外一种下方 黑棋粘住这个断点 白棋挡住黑棋 黑棋吃住脚上两个白棋 下一步 白棋在这个地方加攻黑棋 这是要点 那么下一步 黑棋是不肯从这个方向往外红 因为白棋可以从上方封锁黑棋 黑棋不管是家还是小间 白棋都要封锁黑棋 可以从另方靠上去 这里的黑棋棋比较紧 即使黑棋能够吃住这两个白棋 白棋的外势将变得非常的厚 将来呢 在这一代有很大的发展 对待白棋这个家 黑棋是要往上贴出去 白棋扳 黑棋拐 白棋一虎 黑棋再往上拐 白棋在这个地方需要补棋 白棋一跳 这是本手 然后呢黑棋飞 白棋挡住 黑棋长 白棋再打 黑棋再长 白棋一飞 这是这个定时的后续变化 那么下一招棋 李轩豪从这个地方靠了一步 那么既然李轩豪喜欢这个单关手脚 那么肯定对这一代的变化了入之党 那么黑棋这个靠就格外的有利 那么下一步 陈耀叶对黑棋这个靠 走得有点偏软 选择了下半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变化 白棋最强硬的下法是上半 黑棋一退 白棋从上方一飞 黑棋可以要握搬 白棋顶住 黑棋可以另一个 这个地方有搬过 白棋就粘住 黑棋挂脚 白棋往上飞来整形 这也是双方两分的一种下法 实战 陈耀叶对黑棋这个靠 下得不太好 选择了下半 黑棋往上一吵 白棋还要二路爬 黑棋在这个地方冲断白棋 白棋一挖 也分断黑棋 下一招棋 黑棋在这个地方不能打吃 白棋站住 下方的白棋基本上活棋 那么这个打吃是俗鼠 那么在这个地方 实战 李宣豪 加入白棋 这是本手 保留这个断点 那么黑棋加入白棋以后 陈耀叶走了一个小飞 这招棋也非常大 避免黑棋在这个地方大飞手脚 但是呢 现在白棋这个小飞 漏掉一个次序 白棋应该是先往上拐 黑棋飞住以后 白棋再走这个小飞 可见 对这个定势的变化 李宣豪研究的比陈耀叶更深刻 实战 白棋没有拐 直接走着这个小飞 那么下一步 李宣豪 在这个地方来挂脚 不太常见 那么这一招棋 似乎也是 李宣豪给陈耀叶 射圈套 那么黑棋挂在这 也是为下一步 黑棋这个跳 封锁下方白棋做准备 如果没有这一招棋 黑棋直接跳 白棋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靠 黑棋如果分断白棋 白棋往上拐 黑棋挡住以后 白棋在这个地方 有断掉黑棋的手段 那么实战 李宣豪先在这个地方挂脚 陈耀叶 直接就挡住了黑棋 那么这一招棋就有重击的嫌疑 就是白棋应该是先飞 把这个头抬起来 黑棋爬的时候 白棋再立下去 这是目前白棋胜率最高的下方 实战白棋挡住 黑棋一跳 封锁白棋 这一带的白棋就比较痛苦 那么白棋不肯这样 单纯的去活棋 陈耀叶往上冲 黑棋挡住 白棋断掉黑棋 黑棋 从这个地方也封锁了白棋 下一步 白棋在这个地方不太好补棋 一手也补不干净 于是白棋往上尝了一个 将来考虑在这个地方要冲断黑棋 那么黑棋先断掉了白棋 那么看上去这里的白棋被吃住 但是呢还保留一定的味道 将来白棋在这个地方有打结的一些手段 那么陈耀叶没有马上在这一带开结 先脱脚 为将来下一步这个地方的开结做准备 黑棋扳脚 白棋扭断 那么下一步 李轩豪在这一带处理的方式非常简明 黑棋先打吃 白棋一立 黑棋再打吃 白棋再立 黑棋粘住 白棋一拐 那么黑棋在右上角 简单的包扎几下 然后呢获得一个线索 消除掉白棋在这一带开结的味道 下方的黑棋非常厚实 那么下一步白棋要冲击脚上的黑棋 扳了一个 黑棋先顶 这是要点 有了这个顶 紧接着黑棋要挡下去 吃掉这两个白棋 白棋还要打吃 黑棋先扳了一个 白棋一退 黑棋再一跳 在这个地方整形 黑棋的形状不错 下一步白棋大飞了一个 护住这一带的时空 黑棋再二路爬 白棋扳主 那么双方在这个地方简单定型 黑棋又获得一个先手 而且呢这一带黑棋的形状也非常不错 下一步黑棋挂脚 至此黑棋就打开了局面 那么黑棋挂脚以后 这个地方黑棋要填出去分段白棋 白棋就扳了一个 那么这一招棋稍微有点缓 白棋最后视的下方 拐住这个黑棋 实际上白棋扳 黑棋拐 白棋一点 下一步 李宣豪再挂脚 速度非常快 那么白棋不肯手脚 被黑棋再拆回来的话 左边黑棋的形状非常理想 天药业加工这个黑棋 黑棋往上一跳 紧接着黑棋就要出动这个字 继续要分段白棋 白棋需要补齐 跳了一个 黑棋二路一飞 白棋先刺 黑棋站住 白棋再挡脚 那么下一步 李宣豪柴尔 同时加工这两个白棋 看上去非常积极 但是在这一带的战斗 黑棋还有更好的下方 黑棋是这个二五家 先威胁白棋这个脚 白棋大致是要粘住 黑棋先往下立 白棋挡住 黑棋再冲 白棋分段黑棋 黑棋一路度过 白棋还需要捕住这个断点 下一步黑棋可以考虑 小尖或者小飞飞出去 只要黑棋在这一带出头 那么这两个白棋和脚上的白棋 都没有完全的安定 黑棋借机可以形成缠绕进攻 实战李宣豪还是普通的进攻 加工白棋 白棋往中央飞 黑棋尖顶 白棋暂时也不敢搬 因为黑棋在这一带有反搬的一些下方 白棋退 黑棋挡住 白棋还是没有敢搬 这个地方有断 这个地方有反搬 于是陈耀页 靠压这个黑棋 也是想通过这种靠压 把这一带的白棋变后了以后 白棋再得到这个搬 封锁这一带的黑棋 黑棋先搬了一个 白棋往上一场 下一步 李宣豪从这个地方一抵 那么这一招棋还是应该保留 保留将来这个二路加 那么黑棋顶在这 白棋站住 黑棋从这个地方搬住白棋 白棋先拐 黑棋一退 白棋一加 双方在这个地方先定型 白棋二路爬 黑棋站住这个断点 白棋往上一场 那么双方在这一带 简单定型以后 黑棋先立了一个 威胁这一带白棋的掩位 白棋挡住 黑棋往上冲 白棋断掉黑棋 黑棋一路都过 白棋在这个地方紧住 黑棋的棋 下一步黑棋在这个地方做了保留 没有继续硬 黑棋抢占了二路小飞 这也是关系到黑棋掩位的一个好点 那么黑棋小飞了以后 白棋先搬了一个 黑棋反搬 白棋搬住 黑棋抢住这个断点 白棋在小间 黑棋二路一爬 继续保证这一带的掩位 白棋开边 黑棋从这抢了一个 比较厚实 白棋先刺 黑棋站住 下一步 白棋走了这个一路斑 那么现在白棋走这个一路斑 目的是缓解一下黑棋将来这个断 但是呢 目前来看 白棋这个一路斑有点缓 这是白棋 应该是走这个飞 现在双方 上方成空 将是这一盘棋的焦点 实际上白棋走了这个一路斑 那么李宣豪抓住机会 抢占了这个要点 这一跳 白棋的上方难以成空 下一步 白棋搬了一个 又开始威胁脚上的黑棋 对待白棋这个搬 黑棋普通的思路是拐 白棋站住 黑棋再一虎 这里的黑棋眼位还是比较丰富 但是落一个后数 白棋从这个地方再一爬 虽然黑棋可以活棋 但是呢 毕竟这个地方露着风 李宣豪不满意 于是当白棋搬的时候 黑棋没有采取这种普通的定型方式 黑棋从这虎了一个 白棋一团 黑棋在这个地方也没有补气 而是搬了一个 如果白棋从这个地方挡住黑棋 黑棋再补气 在这个地方凭空就产生了一个断裂 白棋也不愿意 于是当黑棋搬的时候 白棋没有反搬 从这个地方先吃住两个黑棋 黑棋先团 白棋吃住这两个黑棋 下一步黑棋飞了一个 先捕住这个断点 同时呢 要威胁中央的白棋 白棋一退 黑棋压一个 白棋再一场 白棋先走后 下一步黑棋先二路飞 白棋挡住 黑棋呢 跳下去 白棋吃住这两个黑棋 获得这个角 那么黑棋呢 也跳下去 破坏了上方 白棋这个时候 形成一中转化 下一步白棋三路爬 非常大的一招棋 黑棋加攻 这个白棋 白棋往上搬 黑棋跳了一个 白棋大飞 先潜消这一代的黑棋 下一步黑棋搬 白棋挡住 黑棋站住 白棋再挡住 先破坏掉黑棋 这一代的眼位 黑棋挡住 下一步 白棋从这个地方 长了一个 这一招棋 稍微有点问题 留下一个断点 这是白棋最好的下方 是这个 如果黑棋打吃 白棋就粘住 棋形非常厚 没有毛病 将来呢 黑棋自身留下一个断点 而且呢 在这个地方 白棋将来还有二路脱过 实战白棋长 黑棋压住 白棋再长 黑棋压住这个断点 白棋二路一跳 紧接着 紧接着 李宣豪从里面 靠了一个 这一招棋是局部的手机 将来 要威胁这个断点 白棋先粘住 黑棋 挡住白棋 那么下一步 陈药业从这个地方 冲了一个 这一招棋是 陈药业的一个问题手 之所以白棋冲 黑棋挡住以后 也是给黑棋制造断点 但是呢 不简明 这是白棋 最简明的下方 就是 一路立 先分断这个黑棋 黑棋 捕住这个断点 白棋在上方 就获得一个瞎手 吃住 这三个黑棋 那么白棋的时空 还是不错 实战陈药业冲了一个 黑棋挡住 虽然给白棋 制造两个断点 但是呢 自身 也紧住了一口气 白棋先断 黑棋再一尝 下一步 这个断点 白棋还需要补齐 白棋就粘住 那么形成这个结果以后 白棋落了一个后手 而且呢 黑棋在中央 还形成了规模 在这个地方的战斗 显然白棋是失败的 那么白棋粘住以后 黑棋获得一个线手 先封锁这个白棋 白棋小尖 黑棋粘住 白棋一路半 黑棋 捕住这个断点 那么下一步 陈耀业就开始着手 限制黑棋 重要的发展 那么陈耀业的下法 是从这个地方 靠住了黑棋 看上去是一步守经 但是呢 这一招棋是问题数 这一招棋 忽略了白棋自身的一些缺陷 这是白棋最好的下法 是这个拐 或者是白棋这个靠 白棋从两边压缩黑棋 是最好的下法 那么对待白棋和靠 黑棋也不敢往下冲 白棋粘住 黑棋如果再冲的话 白棋走这个小尖 威胁这两个断点 上方的黑棋非常危险 现在白棋靠在这 黑棋往这个方向拐 要分断上方的白棋 白棋只有挡 黑棋再滚 下一步白棋就比较为难 如果白棋粘住黑棋连接 那么这个字 基本上没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于是白棋就从这里冲了一个 黑棋先断 白棋再长 黑棋再冲 给白棋制造断点 白棋挡住以后 黑棋补掉了这个断点 那么下一步 白棋为了发挥这两个子的作用 白棋断了一个 黑棋一长 白棋打吃 黑棋粘住 然后白棋从这个地方打吃黑棋 黑棋提掉这两个白棋 白棋往回一虎 那么下一步 李宣豪是从这个地方打吃白棋 这可能是李宣豪感觉这一代黑棋不错 收兵 这种黑棋 更好的下法是断在这 如果白棋吃住三个黑棋 很显然黑棋吃住四个白棋 吃的会更大 如果白棋从这个地方反打黑棋 那么黑棋打吃白棋 吃住上方四个白棋 木数也非常大 实战黑棋是打吃了这三个白棋 当然白棋不能粘 黑棋在这个地方可以往下滚 白棋虎在这 这是好棋 白棋虎在这里以后 马上就要断掉黑棋 黑棋只有补助断点 然后白棋回过头来 补掉了这个断点 在这个地方 黑棋吃掉了三个白棋 那么下一招棋 是柴妖叶的败招 直接就提了回来 那么这一招棋 也导致了柴妖叶 这盘棋的实力 这种白棋不应该是提 应该是挡住黑棋 黑棋只有提掉这两个白棋 白棋吃住下方三个黑棋 双方离胜负还比较遥远 实陈耀业直接提掉这个黑棋 那么黑棋呢 从这个地方有一个袜 这也是黑棋 唯一摆脱困境的一招棋 白棋从这个地方打吃 没有意义 两个断点 白棋打吃在这儿 那么黑棋就粘住 这里的白棋全部被吃住 那么黑棋呢 开始领先 白棋先断吃这两个黑棋 黑棋打吃 白棋踢掉 黑棋再立下去 那么黑棋走到这个立 白棋还需要补齐 因为在脚上将来 黑棋有一个斑的大关子 白棋提掉这个子 黑棋再一路斑 黑棋破掉白棋这个脚 于是白棋挡了下去 下一步 黑棋挡住白棋 白棋往上一尝 黑棋提掉三个白棋 那么黑棋提掉这三个白棋 也间接的救出了这三个黑棋 白棋打吃 黑棋粘住 白棋打吃 黑棋粘住 白棋还有补住这个断点 然后呢 黑棋二路一飞 白棋挡住 黑棋呢 再打吃 为了在这个地方 形成收器吃 白棋只有粘住 黑棋粘住这个断点 避免了白棋扑进去 从外面来进去 那么黑棋站在这 也快一气 吃住了中央的白棋 那么这里的白棋 被吃住以后 这盘棋白棋就失去了取胜的机会 最终的这盘棋 李玄豪中盘战胜了陈耀燕 是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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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没有